本港新增十一宗新冠病毒个案 海景丝丽酒店两个楼层 有双铃房间出现交叉传播 陈肇始说经过这一波疫情 相信货机机组人员日后抵降之后 都要检疫一段时间 张家朗历史性拿到能子花剑世界杯冠军 欢迎收看这次新闻 我是容家瑶 本港新增十一宗新冠病毒个案 当中八宗属于输入病例 其余和之前群组或者输入个案相关 另外当局发现油麻地海景丝丽酒店 其中两层有患者传染了被隔离房的住客 愿意改善房间通风和加强空气淨化設備 出现房间交叉感染Omicron的 是接收入境人士的油麻地海景丝丽酒店 4楼和12楼各两个双隔的房间 其中住过1206房在完成21日检疫 回到家第5日才检疫到阳性 由巴基斯坦底港的43岁女人 隔离房不计是1205 一个71岁尼博尔男人 今月6日已检测阳性 烟墓测试显示男患者住的房间 近地面一米的空气 可以由门流到出走廊 之后亦会经较高的位置流入隔离房 而4楼413和414号房 早前有三个男人先后确诊 病毒基因排序非常相似 闭路电视显示 其中一间房的人曾经开门拿东西 30秒之后隔离房亦都开过门 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说 两层楼的个案都是病毒经空气 传染隔离房 走廊的空气清新机 不停消毒 减低这个情况出现 袁国勇又说酒店房换气率 每个小时不足六次 而酒店房也未加切空气净化机 也导致今次的传播 当局案建议涉事房间左右三间房 和对面三间房的检疫人士 要延长检疫期14天 酒店日内将会改善通风设备 无需停运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至于初步确诊超过10宗 但其中一宗个案源头不明 患者怀疑感染Delta变种病毒 与本地现在流行的Omicron变种病毒不同 换言之代表社区有另一个病院 个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 是一个在铜锣湾渣店街 Little Boss宠物店上班的23岁女子 她住在香港仔东盛道4号 已经接种两剂科兴疫苗 今个月11日有喉咙痛和咳嗽 自己吃药但没有看医生 星期六交检测样本程阳性 她发病之前一天 和一个朋友入住湾仔瑞景酒店 曾经叫外卖在房里面吃 没有使用过酒店设施 前福奇曾经和朋友到过西环的金月餐厅 和亚一珠扒酸纳米线吃饭 今个月5日也和四个朋友 去过油麻地海底撈火锅店 当局说她带有L452R变异病毒株 怀疑感染Delta变种病毒 会继续调查感染源头 至于新增的确诊个案 包括星期六列为初步确诊 41岁货基基仓女清洁员 她的病毒基因排序和早前游离日利亚 美国等输入个案相似 而维园跳舞群组继续扩大 不过城市花圆73岁女患者的74岁男家人确诊 另外日前确诊的巴基斯坦籍南地盘工人 入院多日的检测都是情阴性 当局认为是复养个案 相关的密切接触者无需再检疫 无线电视记者林俊天不道 食物球卫生局局长陈兆史说 如果未来两星期的疫情发展比上星期五好 大年初四才有望逐步放宽防疫限制 他又说经过这波疫情 相信货机基组人员日后抵抗之后 都要检疫一段时间 政府因应疫情还未受控 延长防疫措施多两个礼拜 去到大年初三 政府日前说除非疫情明显逆转 做到疫苗气泡的处所 年初四开始可以获逐步放宽限制 那怎样定现呢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兆史 在本台节目讲清讲错话 要由病毒即时繁殖率等等 多个因素去判断 就算是放宽 营业时间等等 都不会即时回复到收紧钱 整体的原则 都一定要好过现在 因为现在未完全受控 都是一个逐步放宽的 一个比较谨慎的做法 所以我们都会平衡风险 明白到食肆大家都很期盼 可以例如开晚上的堂食 这个都会是首要 还有我们也有跟他们 是大家开始了 去探讨怎样去做疫苗气泡 他说期望年初四的时候 能够推出检查针卡的手机应用程式 给业界用 正研究显示的资料 要不要包括接种者的样貌等等 他强调就算下个月底 疫苗气泡全面扩展 不代表疫情爆发的时候 酒吧等等的表列厨所 是为了保障大家 我想全社会的安全 当然也明白需要有市民的 所有用的货品和整体经济 生活所需的一个平衡 但是一段检疫的时间 这个也是必须的 第五波疫情下检测一度要大排长龙 检疫中心的安排也有混乱 陈兆史说金轮的措施收紧得很快 具挑战性已经不断改善 《无线电视》记者陈介寅报导 香港劍击选手张家朗再扬威国际赛事 继东京奥运拿到男子花剑金牌之后 在世界杯巴黎站拿到冠军 成为第一位赢得这项赛事的香港劍手 香港运动员再次成为世界冠军 左手边世界排名第四的张家朗 由64强开始有惊无险杀入4强 遇上世界一哥科干尼 张家朗继东京奥运16强 再一次大胜这位对手 今次赢15比4晋级 到决赛面对着世界排名58的劳佩里 张家朗早段打出6比1领先 就算对方一度追近 张家朗仍然以15比12保住胜局 历史性奪得花剑世界杯冠军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网站 触学她和教练团队 又说深信香港体坛仍然蓄势待发 政府会和新一届立法会加强沟通合作 支持运动员专业发展 期望下届政府可以采立政府架构改组建议 成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 全力统筹相关工作 文政事务局也送上祝贺 又提醒张家朗今天会火拍着队友 在团体赛真胜 呼吁市民为他们打气 无线电视记者王子谦 网谈一歌和破纪录第21个大满冠錦标 未来三年亦很大可能不能入境澳洲 无线电视记者杨洁仪报导 先有食一阵 稍后回来还有其他新闻 继续新闻时间 清衣一个地盘有工人由工作台到地身亡 警方下午一点几节目 清衣西草湾道一个地盘 一个41岁男工人维修支架的时候怀疑失足 由大约16米高的工作平台上跌下来 他头受伤纷违 送到人制医院抢救后不治 消息说那个工人当时在离地大约两层楼高做事 有一条围栏地上有机器有植 北京市确诊第一种Omicron变种病毒本土病例 感染源头未明 而距离北京冬季奥运结末只有半个月 当局强调会同时推进冬奥防疫和城市防疫 由着北京记者梁卓恩博德 北京首宗Omicron本土病例 患者发病前14天都未离开过北京 但是疾控部门通报 他曾经到访多区的餐厅 商场和滑雪场等等 所涉及的17个风险地点 一共13000人已经完成核酸检测 包括确诊者两个同住人士在内 结果全部呈阴性 至于确诊者曾经到访的这个商场 北京市朝阳区疾控中心已经派人到场 採集环境样本 而所有的员工也都已经接受检测 商场在消毒清洁之后恢复正常营业 患者曾经逗留的商场一楼仍然有人来买东西 但是人流不算多 有近日到过商场的人批评 确诊者在疫情出现反弹的时候 仍然四处外出系不负责任 会做检测求安心 他有点缺德 你也顾大伙大家的安危 你不能顾你一个人 不过也都有市民认为 不应该指责确诊者 最好靠自律保护自己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完全怪他 大家都是在放假 那放假不能出去玩就逛逛商场 可能自己仿佛做好吧 之前就一直疫情有的时候 就会比较坚持戴两个口罩 然后最近比较严重的话也会坚持戴一下 也有市民说 公司担心员工在上班放工等的繁忙时间 因为搭公共交通工具而增加感染风险 已经决定实施弹性上班安排 北京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 与北京冬奥组委党组扩大会议 强调一体推进冬奥防疫和城市防疫 北京市疾控中心呼吁市民 要提高防控意识流经过年 并且要求22号起 进京人士要在72小时内接受检测 而白塔治和雍和宫等多个景点 已经宣布暂停开放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梁卓恩报道 19届中纪委六次全会前夕 反贪腐专题节目零容忍首播 披露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政治团访案 首度曝光孙力军受贵多达几亿 包括收受江苏省原政法委书记黄立科 提供9千多万贵务 由中纪委国家监测委宣传部 和央视联合制作的零容忍一共五集 选取了16个反贪腐调查案例 第一集不负14亿 详细披露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等人 如何通过为其他人在职务晋升 企业经营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收受巨额财物 其中在2011年 孙力军去到辽宁出差期间 当时出任大连市公安局局长的黄立科 首次向他送上全有100万的银行卡 之后黄立科多次专程去到北京等地 向孙力军送上银行卡 美元和公司股份 黄立科送给孙力军的小海鲜 去到案发的时候 累计折合人民币9千多万 而在孙力军的帮助之下 黄立科也步步高升 之后更加做到江苏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黄立科以江委权力 长期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山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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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面 除了黄立科之外 孙力军也先后和上海市公安局局局长龚道安 重庆市公安局局局长邓灰林 山西省公安厅员厅长刘新雲等人 结党刑事严重危害政典安全 龚道安和刘新文私下向孙力军违规提供大量的重要网络行情 汇报案件办理情况 而这些材料 绝大部分都是孙力军务权制度 你是做公安的 是公平和正义的维护者 没想到自己成为一个 法治建设或公平正义的破坏者 节目说孙力军政事团否判 是十九大以来中央查处的最严重案件之一 目前对这件案的调查还是进行着 包括对司法部原部长傅政华等人立案审查调查 无线电视记者赖心不读 休息回来会有下节新闻 稍后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